今天我们这一讲的内容是全盛与转向 也就是西汉的中期的政治变迁 西汉中期的政治我们从汉武帝讲起 这个公元前140年 汉武帝刘彻继位 汉武帝的统治长达半个多世纪 几乎占了西汉历史的四分之一 我们看一看 从公元前140年到公元前87年 这段时间几乎占了西汉历史的四分之一 在这个时候 经济复苏使西汉帝国走向前胜 同时新出现的内部问题和外部问题 也都迫使汉武帝要推出新的制度与政策 汉武帝本人雄才大略 浩大喜功 用简博赛先生在秦案史中的描述 说汉武帝是一个精力充沛 朝气勃勃的年轻人 这个脑袋里充满了无数新奇的想象 所以汉武帝本人的性格 恰好也和这个帝国的前胜 这个历史的趋势 二者结合在一起了 在这种情况下呢 无为而至的政治方针 与民修西的政治方针被放弃了 一度放慢了转速的帝国行政机器 现在开始重新加速了运转 那么今天我们的内容呢 就是围绕这样一个政治变迁 来讨论西汉中期的这个政治发展吧 我们将要分三节 就是首先叙述汉武帝的工业 然后我们讨论王秦之计 与轮台之兆的问题 最后我们第三部分 阐述昭宣时期的政治转变 汉武帝是汉景帝的宗子 这个四岁的时候被立为焦东王 他的母亲是王美人 这个汉武帝由于娶了 这个展公主的女儿 也就是陈皇后 最后得以被立为皇太子 港公主呢 就是汉景帝的姐姐 港公主 彪 这个 他的女儿小名叫阿娇 这个 据说在征求汉武帝意见的时候 小小的汉武帝说 就是问他呀 让阿娇跟你做媳妇好不好 他说太好了 我要造一个金子座的房子 来给他住 于是就有了金屋苍娇 这样一个成语 七岁的时候 汉武帝立为皇太子 十六岁的时候 得以继位为帝 所以汉武帝当皇帝的时候 比在座的各位同学多要年轻 那么汉武帝 在他的统治时期 他帝国体制和帝国政治 有哪些重大的进展呢 下面我们就一一阐释之 我们将分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来看文化政策 我们看到一个重大的转折 就是独尊如数 其次在对外政策方面 我们也看到了 汉帝国 从汉初对境外 主要是对北边的匈奴 持守势 采取核心政策 到这个时候开始反击 并且四方扩张 第三是在经济政策 就是为了应付 这个巨大的军费开支 在经济上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 第四就是在政治上 中国的帝国体制 在这个时候又有了 中国的明显进步 下面我们首先看第一点 就是文化政策 独尊如数 上一讲我们说到 西汉早期的政治思想 是深受黄老思想的影响 这个是非常特别的 先秦的百家争鸣 到秦法家思想 占据了主导 汉初呢 黄老成了流行的意识形态 那么到汉武帝的时候 又出现了一个转折 就是开始转向 独尊如数 就是法道如 这个变迁 阶段性非常之明显 尽管当时的太皇太后 也就是汉文帝的皇后 都是她是遵从黄老的 但是随着民间文教事业的扶苏 随着帝国政治的变化 由这个与民修喜 走向了全盛 走向了繁荣 在这个时候 无为的思想 清静的思想 阴寻的思想 已经不能够满足 帝国统治的需要了 在这种情况下 如素的崛起 是势所必然 我们看当时几个 大臣和世人的两份议论 一个是丞相 未婉的上奏 所举贤良 获至身伤 韩非 苏秦 张仪之言 乱国政 请结罢 当时汉朝 从民间征聘 征召一些世人 由他们 请他们向 请他们对国家政治 提出议论 提出批评 那么这种 征求民间意见的方式 叫举贤良 可是举来这些贤良 有至法家之说的 也有至宋鹏家之说的 我们想 也许也有至黄老之说的 但是当时的黄老 在汉族曾经是指导思想 尤其是太皇太后斗士 是信奉黄老的 所以魏婉 在他提出的建议之中 没有提黄老或者道家 只请罢法家 罢宋鹏家 随后 有董正书对策之事 我们看看董正书的议论 他是这么说的 今诗异道 人异论 百家书方 陈瑜以为 诸不在六亿之科 孔子之术者 揭绝其道 物水并进 邪逼之说灭兮 然后统计可依 而法度可明 民之所存疑 那么两位儒家的门徒 都要求 罢处百家 独尊儒术 尤其我们看董正书的议论 我想大家可以和 李斯的那份 这个 罢儒术 这个罢百家 遵法令的那份 奏章 比较来观察 我们发现两个人的论调 虽然一个从法 一个从卢 但是是不是很有 一起从中之处 是吧 他就都讲的是 帝国的统治 需要一个统一的文化思想 其他的思想都属于邪说 都是歪门邪道 都要欲与罢处 所以中国传统的 帝国文化政策 本身就含有这样一个 倾向性 就是一家独尊 罢处其余 战国时期 那种自然形成的 百家争鸣阶段 那个百家争鸣的局面 在帝国时代 就不可能存在了 其实不管是儒家和法家 都是主张 即使我们不使用 思想专制这个词吧 他们都有这种 至少都有统一思想的 这种强烈要求 并且企图利用政治上的力量 来扩大自己学术上的 支配力和影响力 大家在画面上看到 这是董忠书像 因为董忠书 在西汉前期的 西汉前期的儒学中 他是一个重要的代表人物 随后我们会讲到 汉代的思想文化 在那个时候 我们对董忠书的思想 还会做 更稍微详细一点的分析吧 第二是对外政策 汉武帝 对外大动干戈 在东南击败了福建的米越 浙江南部的东欧 和广东的南越 在其地涉郡 在北巷 由 魏清和霍区病 率大军 北极匈奴 通过 数十年的战争 给了匈奴沉重的打击 造成了漠南 吴邦亭 战争当然打得 非常之艰苦 但是最终呢 是匈奴 在不断的战争中 得以衰落下去 因为匈奴有 骑兵 数十万 也是相当的强悍 但在这个时候呢 汉帝国正处于 盛期 所以双方呢 实际是在拼国力 这个 连年的大战 汉军有胜有负 也不是 这个 虽然取得了几次重大的胜利 但是失败也不少 但是对于汉帝国来说 某种意义上失败也是胜利 因为消耗了对方 汉帝国呢 在这个时候 经济上非常强盛 不怕这种消耗 耗得起 而匈奴就不疼了 经过数十年的战争 最后把匈奴给耗垮了 这个几十万 弃平 死的死 伤的伤 最后没办法 摔落下去 只好和汉帝国 采取核心 这个 接受了 向汉帝国 这个 承翻 我们知道 胡汉爷 残云祥汉 是吧 包括赵军福塞 这都是后话了 在西北 有张迁 通西域 王辉 破楼兰 赵破奴 破孤师 李广丽 罚大冤 求得了 所谓的汉鞋马 这个汉鞋马 号称是龙种 李熙破枪 在枪地 设了护枪校尉 在西南 汉武帝制服了 贵州的居兰 云南的颠王 与秦王朝相比 汉帝国的江户 又大大的扩展了 可以说 中华 帝国的 基本疆域 是秦始皇和汉武帝 共同奠定的 他们两个人 共同奠定的 下面我们再看第三点 就是国家 经济政策 在这方面呢 汉武帝采取了 一系列 强势的 国家统治和国家干预的 经济政策 在讲 战国变法的时候 我们已经向大家提示 就是中国政府 在战国时代 它就是一个强势政府 采取了一系列 积极的经济措施 来干预经济生活 比如说 平立法 等等 那么 在汉武帝的时候 浩大的经济开支 是文景以来 积累的 七十多年 积累的财富 一直被汉武帝挥霍一空 那么帝国的经济 财政 遇到了巨大的困难 在这个时候呢 汉武帝 就采取了一系列 强势的措施 来 广开 财源 增加收入 以维持 对外战争 以维持 汉武帝 浩大喜功的 其他的措施 这些措施 包括 国家铸币 就是把铸钱的权利 收归政府 因为铸钱 是利润非常高的 一个行当 古人 这个 对于古人来说 铸钱也是一种生产 因为他们不像 今天印纸币 是吧 这个纸币呢 它就是一张纸 本身没什么价值 但是金属货币 我们知道它本身是有价值的 那么 所以 铸币也是一种生产 比如说 我铸了一千钱 成本大概是六七百钱 那么这个利润 就是相当之大的 帝国政府不愿意放弃这个利润 汉武帝把铸钱的权利 收归官府 禁止老百姓私铸 由中央的中官 殿酮 军书三官 来铸五铸钱 铸钱的重大 重大收益归于政府 当然由国家铸钱 也有它的好处 就是说 铸的铸币的质量 精良 标准化的程度高 假如由老百姓私铸的话 那么大的大 小的小 掺甲的情况 也非常 就是这种假冒伪劣的钱币 如果私铸的话 就会非常多 在汉代就已经如此了 这样 铸钱的重大收益归于政府 那么对于经济生活的正常运转 有一定的好处 此外也是实行银铁政策 就是银铁实行国营 这个银铁在汉代 也是利润非常之高的两项产业 汉代人口最高的时候 接近六千万 那么汉武帝的时候 恐怕又三四千万 四五千万左右 那么他们每个月需要的食盐 至少在一百万弧以上 这个数量非常之大 所以主盐 也是一个非常繁荣 利润很高的一个行业 一般的中型的盐厂 都有上千名工人 这个铁器也是一样 那么盐铁官营之后 盐铁的利润 也是收归政府 军书法 我们可以认为就是 学界对军书的解释 不是特别一样 但是我们可以暂时的认为 就是国家经商 就是各地 各郡 各国 他们本来应该向中央来按规定 有供纳 有供付 把本地的特产 送到中央来 但是这些东西呢 中央不一定需要 那怎么办呢 现在由中央的有关部门 把这些东西啊 不是直接送到长安来 而是送到其他郡去卖 卖到这个郡赚了钱 再买当地的主特产 再卖到其他郡去 所以就成了一种国家经商了 上世纪八十年代 中国有一句话叫关岛 那么这个做法跟关岛的差不多 那么这个商业利润 一年就收入五百万匹 此外还有凭准 凭准和我们讲过的 这个先秦变法时的那种平敌法 差不多 就是平一物价 调节市场 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之后 国家的收入大别增加 老百姓的扶税 没有增加多少 但是开支 这个国家的收入就大大的增加了 实行算民告民政策 什么叫民呢 民就是 我们知道铜钱是外园内方的 中间有个洞 需要用一个绳把它穿起来 这个穿钱的绳子就叫民 算是汉代计算钱币的一个单位 在文经以后 一算的标准数额是120钱 120钱为一算 那么所谓算民就是对工商业者加征财产税 因为汉代的工商业非常之 尤其是西汉非常繁荣 那么国家看着这么一大笔工商利润 就相当之眼红 于是呢 就加征他们的财产税 商人每两千钱的财产 那征收一算 就征收120钱 手工业者每四千钱的财产 征收一算 征收120钱 那么这样呢 工商业者的税收就大大的 这个 沉重起来了 什么是算民呢 算民就是对那些 偷税漏税的 这个逆税不申报的 鼓励检举告发 把被检举人的财产的一半 给这个告密者 这样呢 这个人民群众的检举的集体性 就非常之高 这个 叛武帝让一个叫杨可的 和杜舟的人 主持这件事 这个号称杨可告民变天下 满天下到处都是检举揭发的 这个政府得民财物 以异计 奴彼以千万数 田大县数百请 就上万亩 小县百余请 宅易如之 当时的工商业者 是中家以上大率破 就是中等资产以上的工商业者 绝大多数都破产了 这是对这个 是国家对工商业者的一次 公开的掠夺 也是一次极其沉重的打击 当然打击商人呢 也是秦汉政府的传统政策 自商鞅变化以来就是如此 因为对传统社会啊 它是以农业立国的 这种工商业者 虽然能繁荣社会经济 但是也有一点 就是大商人 兼并 兼并小农 那么传统的这个政治学家 他们有这么一个看法 既然这个商人 兼并小农 那么就要打击商人 压低他们的社会地位 这个 所以 这个算民告民啊 是当时的经济生活中的 一件大事 下面我们再讲第四点 就是制度建设 强化专制集权的措施 秦始皇初步奠定了 中华帝国制度的架构 到了汉武帝的时候 我们又看到了一个创制的高峰 比如我是做政治制度史的 我就会有这样一种感觉 就是制度的变迁啊 有时候有节奏的 你比如你看中汉200年 这个政治制度 几乎就没有多大的变化 长达两个世纪 制度很少变化 但是秦汉 从这个秦汉之间 秦始皇到汉武帝的时候 我们就看到这个制度 在不断的变化 秦始皇确定了一个体制 到汉武帝的时候 然后他又大大的完善了 那么在这个强化 金主专制中央集权和官僚政治上 汉武帝采取了哪些措施呢 第一个就是我们上一讲 刚刚阐释过的继续学藩 用了祖父宴的推恩之策 这个使藩国 这个不断的被分割 缩小 最后遭到了这个 是方国势力 受到了沉重的打击 大大的削弱了 穷治诸王的宾客 打击这些诸王的党羽 颁布了左官令 出义法 并且利用骤金事件 削夺了106个列侯的爵位 这样就给了 割据倾向 一个沉重的打击 第二是削夺项权 在上一讲中 我们向大家阐释了一个 军工授与阶层 这样的一个概念 这是李开元先生使用的术语 因为我们在课上 除了讲述基本史诗之外 当然也经常的提示 观察历史的方法 比如说我们观察制度变迁 就是观察历史的一个思路 比如说我们观察不同阶层 不同集团的势力消长 那这又是我们分析政治史的 一种常用的方法 那比如军工势力 在汉初的显和地位 那么这个地位呢 随着这个时光的趋移 我们就看到另一些政治势力 它会取代这个军工阶层 汉初由于军工集团 在政治上处于高位 在这个时候 丞相 相国 都是由功臣来担任的 最典型的就是开国功臣 萧和了 是吧 实在就是曹申 曹申也是一员永将 那么到了汉武帝的时候 我们看到一个 此前未有的变化 一个叫龚文宏的一个布衣 他就是民间一位学者 早年是放都的 后来孙儿大了就读书 三四岁的 被举到中央来对策 居然得到了汉武帝的赏识 就一向子做了丞相了 这也反映了中国社会的 传统的中国社会流动性 非常值大 一个非常低下身份的人 可能数年之后 就做了帝国的大臣 不于公尊宏为相 结束了功臣子弟 独占相位之举 这个汉竹鱿鱼都用功臣 做丞相 所以这个功臣的权势 这个丞相的权势 就非常值大 上一讲 我们讲李开元先生的论点 有一点叫有限皇权 大家也记得吗 他就讲这些老臣 元老 势力非常值大 比如在汉景帝的时候 就这么一回事 斗待后 想让皇后的哥哥王信 想封头 这个景帝就很为难 他说你这你得跟丞相商量 是丞相主持国政 丞相是谁呢 就是平定的七国之乱的名将 周亚夫 当时周亚夫听了这个事 他说 高地刘邦 有约 这个非刘氏不得望 非有功 不得侯 不如约 天下共击之 那这个规矩 是不能够被破坏的 王信虽然是皇后的哥哥 无功而侯 这个事 是不可以的 结果景帝一点办法也没有 然后这个斗太后也没办法 汉武帝的初年 田芬为丞相 这个田芬是汉武帝的舅友 这个丞相的权势非常值大 他任命官员 起家就是二千十 任命了很多 他自己看中的人选 就汉武帝就非常之生气 他说你任命官员有完没完了 你也剩下几个人让我任命一下子 是吧 这些原话说的是 君除力以尽位 五亿于除力 我也得任命几个人 不能你一个人说了算 是吧 那么我们看 就是这些 当时一个是相权比较大 那么相权的大的原因是什么呢 是因为在汉初 都是元老重臣 功臣 做成像 留下的传统 那么现在弄来一个布衣公尊宏 他起自民间 在朝廷中 没有圆街 没有势力 没有后台 他对皇帝只能唯唯诺诺 这样皇权就大大的加强了 相权明显有低落之势 在我们观察传统政治的时候 皇权与相权之争 又是一条线索 又是一条重要的线索 汉武帝拔用文学之势 给他们加上市中 几十中 中就指着近中 省中 就是让他们入宫 在皇帝的身边 陪伴皇帝 随时左右 并且讨论政治 这样就分割了大臣的议政之权 那么我们现在是不是看到一个新的势力在抬头 什么势力呢 是文学的知识 是吧 文学也包括儒学 当时所说的文学 不是我们现代意义的文学 儒学也在文学之列 就是有学问 任何学问都是文学 此外呢 汉武帝为了知约相权 以宫中的尚书来掌基药 这样呢就形成了内朝 内朝的权势 逐渐大起来了 尚书所组成的一个机构 相当于皇帝的基药秘书处 用我们今天的不恰当的打个比方 有点像那个中央办公厅的 那个行之的 那么皇帝加纳 这个尚书机构的权势 那么相对来说呢 也是削弱了外朝 成相府的权势 我们再看下一条 强化京师的兵力 强化京师的兵力 主要是就强化京师的 常备军而言的 因为京师的兵力呢 有两种 一种是藩上的 藩上啊 就是由郡国的农民 他们每年要 他们这一生啊 京国农民一生要付两年的养役 有一年就是在边防 或者在首都当兵 保卫首都或者保卫边防 这叫戍边 或者到中央做卫士 那么这样一种军队 原来中央有两万多 那么汉武帝裁点之后呢 就剩一万多了 这种军队是翻上的 就是由农民轮流来服役 轮流来服役的 也许有的同学感觉 这个汉代中央军 兵力怎么这么薄弱呀 是吧 就这么点人 这个你要和唐宋义比较起来 那就大不相同了 确实 这个汉帝国呀 非常之强大 经过秦汉这场大动乱之后 汉帝国的统治非常稳固 一个军工阶层在支持 在境内 除了王国之外 没有任何政治势力 能够挑战中央权威 而这七国之乱 几个月就平定了 这个 所以汉 汉代的中央朝廷 他几乎不担心 会有什么人 会 会兵向中央发难 中央就有这么点军队 他觉得很安全 一旦地方 发生了动乱 马上征兵去平定 所以最大的 这个威胁 主要就是北边的匈奴 所以汉帝国 他为什么这么强盛呢 就是我 我们看他内部的 向心力和宁击力相当之高 中央只为是这么一点军队 他就 皇帝觉得相当安全 那么汉武帝强化京师的兵力呢 当然我们可以认为是强化中央 境卫的一个措施 包括什么呢 设置纯旗步兵八校尉 这八校尉呢 这八种校尉 每校尉领兵 几百人到千人不等 几百人到千人不等 这支军力 其实也不是太大 此外呢 大家在预习的时候 可能也在教堂上读到了 七门军大概有千人左右 羽林军大概有七百左右 此外还有一支军队 是羽林孤儿 是那些战死者的子弟 然后招他们当兵 做皇帝的羽林军 这样中央的长辈军 是加强了 这种军叫 古化叫长从 长从之军加强了 三上之军呢 那么有所削减 就是汉帝国这个地方控制 非常之有效 朝廷直接指挥各郡 州只是个监察单位 而不是行政单位 朝廷直接面对一百多个郡国 然后就是县 尤其在西汉 朝廷不怎么担心 地方割据 这类问题 所以中央的军 保持很少的兵力 就足以威胁 这个皇帝的安全了 汉武帝为了加强 地方的监察 采取了一个措施 就是实行刺史制度 他把全国分为师三部 由于古代有天下九州 或者十二州这种说法 所以这十三部呢 也被称为州 但是严格的讲 应该是称为部 也可以称为十三州部 每部设刺史负责监察 这个 地方的郡守 是二千十 刺史是六百师官 所以大家一定不要弄到了 以为这个周刺史比郡守大呢 这个刺史比郡守低得多 一个是二千十官 一个是六百师官 顾元武称这种制度是 这个 小大相至 内外相为 就是他以内之外 以小至大 一个等级比较低的官 来制约那个等级高的多的官 六百师官来制约二千十官 因为这是监察制度 就应该是这么设计 因为大家都知道 如果这个刺史的品级高于郡守的话 他是不是就成了郡守的上司了 是吧 那就不是检查官了 所以这么设置是相当的合理 这个京师呢 还设置了私立校尉 负责纠察百官 三府等等七郡 后来这私立校尉呢 逐渐也被看成一州 在危机以下 称为四州 在监察方面 临时的市仪 派市役室 做秀衣直指 来专程的形式 汉代的这个市役室 中央派遣的这个钦差 也非常之活跃 他们穿着特别漂亮的这个秀衣 这个到地方 负责督办 一些专门的事务 全是很大 下一个就是创立插取制度 这是中国选官制度上的 一个重大变化 就元光元年 根据董忠书等人的建议 汉武帝下令 出令郡国举孝联各一人 于是孝联查举制度 正式的诞生了 这个 每年由郡国各举二人 举到中央来 对这个制度呢 我们讲 秦汉政治制度的时候 我们还要专门的阐释 因为我们在端题部分有一讲 秦汉危机南北朝的 政治制度 其中也包括选官 插取制度 从汉武帝创立以来 一直实行到唐 唐初 那么在唐初呢 插取制度逐渐的采用考试之法 最后演变为科举制度 就是中国的选官制 有700多年 是以插取为主 有1300年 是以科举为主 构成了两大阶段 那么 插取制度的诞生 也是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制度 下一条就是完善法制 汉初一度约法山章 但是我们也指出 那个约法山章呢 最多是一个政治姿态 是一个向老百姓宣布的东西 事实上 秦的法制 并没有被放弃 这个 萧和制定的九章律 此后呢 帝国的立法活动 还在进行 汉文帝的时候 他兴发了各种 大动大的事业 帝国政治机器高速运转 各种事情都复杂起来了 那么就需要更完善的法律 来制约这些行为 在这个时候 有几位著名的法学家 承担了立法之责 比如张当和赵瑜 他们在完善帝国法制上 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但是法律也由此 变得非常之烦密 萧和九章律 到这个时候 变成了三百五十九章 大帝之条 有四百零九条 一千八百八十二世 死罪绝世比达到了一万三千四百七十二世 法律变得非常之烦密了 下面我们刚才阐释了 这个汉武帝的 在文化 在对外 在经济 在政治上的各项措施 下面呢 我们讨讨论王心之计和轮胎之兆的问题 汉武帝结束了渔民休息 清静无为的黄老政治 刚才我们阐述的事业 使汉帝国达到全胜 也使中国的帝国体制 进入了又一个高峰 制度完善了 版图扩大了 但是在另一方面 汉武帝对社会频繁的动员 干预 也造成了严重的问题 三十余年的对外战争 以及建功式 求神仙 赏赐 享乐 使七十多年所积累的财富 耗费一空 社会也陷入了严重的动荡之中 对这样一种 对这样一个局面 后人称为王秦之地 就是在汉武帝的后期 汉帝国遇到了一次危机 再次出现了王秦之地 首先我们看一看 汉武帝兴发的各种事业 有一些是和国际民生 和国家安全直接相关的 也有很多不是这样 比如汉武帝大造公管楼台 耗费了大量的 耗费了大量的财产 财物 他造百粮台 做成路盘 高二十丈 在长安 做飞连馆 贵宫 在甘泉 做益寿馆 严寿宫 又做通天台 太初元年 起建章宫 号称千门万户 两次修昆明池 也功成浩大 昆明池据说是出于军事需要 要在这里训练水军 可是我们想要挖出一个大池子来 能在里面 这个演习舰队 这得费多大的事 是吧 这耗费了大量的财物 大家也许还记得 我们提过一个伟大的建设者 这样一个概念 一个提法 是Wit Vogel提出来的 东方专制君主 都是伟大的建设者 那么这个规律 在汉武帝的时候 再一次呈现在我们面前了 此外汉武帝在求神仙 上也花费了大量的钱财 这个历史也有详细的记载 史记有一篇叫封善书 封善书呢 在开端的部分 汉武帝 在叙述汉武帝求神仙的时候 司马迁用了这样一个口吻 今天子继位 犹敬贵神之词 这种委婉的讽刺的口吻 这个一望即知 汉武帝非常信任方式 也像一切专制帝王一样 他享受着几千万人民的供养 同时呢 他渴望着这种幸福的生活 也能够一点一年的永远延续下去 长生不老 这个和中国有一些方式 他们就是宣称自己能够求长生不老之药 能够让君主和神仙交往等等 这个和西方也有一些炼金术的术士 看起来是将近的 但是和西方有点不同 西方那种炼金术的术士 他们是为了发财 对吧 是为了创造财富 凭空的创造财富 而中国的这些术士啊 他们主要是为了长生 反映了不同文化的追求 是略有区别的 比较早得到汉武帝所信任的一个方式 叫李绍军 李绍军史称他善为巧发其重 是个极其聪明的人 他曾经在宴会上对别人说 当时在这个宴会上 在座的有一个90岁的老头 然后这李绍军就说 当年我曾经和你爷爷 一块干什么 干什么 一块玩 或者一块去打猎 大家都吓一跳 那老头的90多了 那这李绍军的多大年纪啊 是吧 可能是几百岁吧 他一定有什么 这个奇异的 这个超超凡的 法术 有什么特异功能之类的 他对汉武帝说 这海宗啊 有先导 叫蓬莱啊 蓬莱有神仙 于是汉武帝呢 就兴致勃勃的 开始了秋神仙 炼黄金这些事情啊 给了他很多很多钱 去办这些事情 出来又出来 一个叫邵翁的 这个邵翁呢 也有法术啊 能够一时鬼神 据风扇书的记载 他靠着方术啊 竟把王夫人的亡灵 给招来了 这个王夫人死了之后 汉武帝有点想念他 那么这个 然后隔着一层纱布 隐隐约约的 居然看着王夫人的影子 我不知道这个邵翁弄的什么鬼 汉武帝看着就泪流满面的 汉书记的是李夫人 反正总之 王夫人也好 李夫人也好 就是那个邵翁呢 曾经就倒立这么一次鬼 后来呢 这个 这个邵翁啊 他在一个 在一块丝绸上写字 然后就把他喂给一只牛吃 他自己装着不知道 有一天陪着汉武帝出游的时候 忽然就指着路边那个牛 那个牛肚子里有些奇怪的东西 这个汉武帝说 马上把这牛杀了吧 肚子里就拿出 一块丝织品来 上面还有字 确实 所有的人都大吃一惊 出人一表 可是汉武帝子一看 这不是你的字吗 于是就把少王给杀了 但是这个又怕人笑话 不说是少王杀的 说你信任这么一个人 汉武帝觉得挺丢脸的 就说 他是那个食物中毒死的 他吃了马肝 古人认为马肝是有剧毒的 我不知道马肝是否有毒 真的有毒 但古人就认为马肝有剧毒 传统社会有时候会出现一些 这种食物的禁忌 可能也没什么道理 比如我们很多同学都吃西红柿吧 西红柿最初就是被认为是有剧毒的 是不能吃的 只是做一种观赏的植物的 后来有的人胆子大 不能足够吃了 巴也没死了 现在就成了一种非常普遍的蔬菜了 后来又出了一个鸾蛋 这个鸾蛋呢 叫敢为大言 处之不宜 所谓大言呢 就是吹牛说大话的意思 big word 就是敢吹牛 然后吹完了牛之后 连自己都认为是真的 这个他见了汉武帝之后 他说汉武帝您啊 把少王给杀了 从此方式再也不敢给您笑裂了 汉武帝一看 这个人好像有点很不平凡 马上对他说 这汉少王不是我杀的 他自己吃马干死了 你胖你也好了 这个 于是汉武帝就封他为无力将军 还把女儿嫁给他 让他去求神仙 但是据说神仙倒没求到 招了不少鬼 神为之而白鬼机翼 宋人杨毅 有一首诗我在这 插到这给大家看 这个 就是永汉武帝的 利通青海 求龙总 刚才我们讲的 利广利法大渊是吧 求汉歇马 然后死会文成 使马干 这个文成就是少王 他被封了文成将军 所以我们看这些方式 还都有将军号 还是高级军人的 从身份上来讲 所以研究汉代将军制度的人 就把汉代将军分为三类 一类是长社将军 这样的将军有八元 还有的就是征伐将军 打仗的时候临时任命一位 给他一个将军号 什么这个 这个卢藤将军 横海将军 什么之类的 还有一类就是方式将军 或者就是这几位 什么武力将军 文成将军 也都是看起来 像我军高级将领似的 其实就是几个 搞特异功能的民间巫师 汉武帝的时候 政治有特色的 还有除了赵公氏 除了求真仙之外 还有任务库吏 汉初崇尚 什么样的官员呢 什么样类型的官员呢 宽厚长者 对吧 这是上线我们讲的 是操身做成像的时候 留下的风气 这个目桌一文词 众厚长者 那么就特别受欢迎 大家喜欢这种人 那种特别精明强干 建立名声的人 成像也不喜欢 大家遇到这样的人很烦 因为社会需要的是音群 需要的是清静 汉武帝的时候不一样了 豪翔不乏 人民反抗 政府的事务 日益繁杂 各种官吏 作弊 这个 作伪 在这个时候 精明强悍 精通法律的 力人的出现 就是事在必行 就是实事的需要 历史在呼唤着 这样的人 赶紧 你们就登上历史舞台吧 所以在汉景帝的时候 实际就已经出现了一些 制度啊 宁城啊 这样的库吏 那么汉武帝的时候啊 这样的人就出了一大批啊 什么张汤 赵羽 渡舟 王文苏 益纵 等等 呃 呃 教导出现的 宁城啊 就是以 这个 残酷著称 我们看历史的记载 极其恐怖 齐智如朗牧羊 啊 为官奴卫 浩曰 宁见如虎 无知宁城之路啊 宁肯碰见如虎 啊 也不要惹这个 宁城 也不要惹他发怒 你说这人多可怕 啊 鲁虎是什么 哪位同学能解释一下 鲁虎大家怎么解释 鲁虎应该是 哺乳时期的老虎 对吧 哺乳期的老虎 我不知道在座的 有农村来的同学没有 呃 你们养过鸡没有 啊 我小时候养了一群鸡 文化革命的时候 那个停课也没事 我在在家就在家玩 养了一群 这个母鸡啊 胆子特别小 啊 你稍微一下 他马上啊 拖着也不就跑 啊 所以农民的话 就说人胆小 就说某某草鸡了 就服软什么的意思 草鸡就是母鸡嘛 是吧 可是有一个时候 你不要惹他 这个 你不能碰他 就是在他福 福蛋爆窝的时候 啊 你如果碰他 没准要把你眼睛倒下 他特别的凶 为什么呢 这个时候 他是一位母亲 是吧 他要他要 再服他的蛋 再服他的小鸡呢 啊 这个时候 他就特别厉害 动物的本性 天性就如此 啊 这个 那么 哺乳时期的老虎 要保卫他的 孩子 特别的凶 啊 这就是乳虎 啊 可是宁城呢 比这 比这哺乳时期的 老虎 还有凶 还有 还有恐怖 还有一个张汤 我们也知道 他是一个法律专家 啊 参与立法 这个张汤啊 他父亲是长安城 啊 长安 长安县的县城 啊 有一次他外出了 让张汤呢 张汤当时就一个小孩吧 说你 你看家吧 啊 结果他爹一回家 啊 肉被老鼠给偷走了 啊 父亲就揍了他一顿 这个张汤啊 就特别生气 就开始要向老鼠 这个寻头 啊 向老鼠寻头 挖这个老鼠洞 最后终于把这个肉 给挖出来了 把老鼠也逮着了 于是呢 就像那个法律系 大学生似的 开了一个魔力法庭 对这个老鼠进行审判 啊 何鼠掠智 并且呢 路口供 传言书 论居论 这个训居论报 啊 一样的 一条条的训问 致政 啊 最后写判决书 啊 然后最后呢 人章俱在 且正如山 定居属于肉 啊 开始行刑 拒欲 啊 折躺下 他父亲回到家一看 这孩子干嘛呢 啊 看着他审问老鼠呢 再一看他写的这个 判决书什么之类的啊 路的口网 这些文书 其文词 如老欲利 啊 好像干了几十年 公典法工作似的 他父亲都大吃一惊 这孩子 将来你就搞司法工作了 后来他果然就是 做了法官 定律令 物在申闻 居守之之力 一定要把这个法律 定得周密 点 滴嘴不漏 啊 让那些官吏 啊 就是说 一点 这个 呃 群死舞弊的机会 都没有 这个叫物在申闻 居守之之力 还有个叫王文书的 也是酷吏 做和内太守的时候 狱中豪华 相连做千余人 尚书请 大者制足 小者乃死 乃至流血 十余里 然后杜周 也是一个著名的法学家 是五帝的时候的酷吏之一 他司法断案 很有特点 他知道汉五帝啊 想收拾谁 他总能找出条文来 一定要把这些人 这个给处以重罪 如果他知道汉五帝 想对谁宽容 他是把这个案子拖着 拖着 拖着 没了没了的拖 拖到最后啊 总能找出点冤枉来 然后他就没多大事了 宾克 看到他这么 惯欲 就很不满 就质问他 他说 您为天子绝评 不寻三子持法 钻以人主意志为欲 欲者 故如是乎 由此我们看到 中国古代有一种思想 就是说这个法律 不能完全随着统治者 个人的意志为转移 是吧 它是一个具有公共性的东西 但是杜周呢 他的回答 也非常有利 三尺 安处在 这个法律 是哪来的呢 前族所试 诸为律 后族所试 书为令 当时为是 何古之法乎 皇帝的诏令 就是法律 皇帝个人的意志 就是法律 除此之外 哪还有法律呢 所以你不按照 皇帝的意志来 那么还有什么 古之法可言呢 由此我们看到啊 就是从法学的 法理学的角度看 我们知道有个术语 叫法律的渊源 是吧 在中国古代 法律的渊源 就是君主的意志 它和西方很不相同 我们也提出过 这样一个问题 比如西方历史上 有一个观念 就是法律是神授的 所以你国王也得 遵守这个法律 其实这个法律 也是人治的 但制定之后 大家就 就建立了这么一个观念 它是神授的 任何人都遵守它 国王 这个也要守法 法律高于国王 但是在中国 不是这样的 皇帝的意志 就是法律的渊源 杜州座廷位的时候 诏遇歹之六七万人 力所增加十余万人 一场当时的监狱 我想恐怕都人满为患了 在刚才的这一部分 我们已经阐释了 汉武帝政策的各个方面 那么我们现在看历史记载的一个总结 就是汉武帝无疑取得了辉煌的历史成就 这点大家可能都非常之熟悉 同时呢 他的另一些做法 也给这些社会带来了严重的问题 那么 由此出现的亡心之记 是史历史有明确记载的 我们看看汉书和资质通现的这些记载 原封四年 关东流民二百万口 无名数者四十万人 我们想天下十几个人里 就一个人是流民 我们中国现在有十几亿人吧 假如中国有一亿流民的话 我们社会如何承受 是不是一个特别可怕的事情 当时汉武帝的时候就是如此 我们再看汉书的记载 孝武帝奢侈于弊 失礼之后 海内虚耗 户口减半 这种大规模的蒸发 对民间的骚扰的动员 给人民带来的深重的痛苦 据葛建雄教授研究 按照西汉人口千分之一的年平均增长率 本来到了公元七十五年 汉帝国的人口应该达到一亿 应该达到一亿的 但是为什么没有达到呢 只达到六千万呢 在汉墨 就是因为汉武帝的时候 一度户口减半 天敌的人就剩一半了 那么至少有上千万人 属于什么呢 因为我们今天的话 就是非正常死亡 对吧 路仪赠送万里相奉 失履之费不可生计 至于用度不足 乃雀酒姑 拐盐铁 铸白金 造皮壁 算至车船 租及六处 民力区 采用街 因之与凶年 扣道并起 道路不通 司马光的资质充建 也有这样一个评述 孝武穷奢极欲 凡行众连 内耻公事 外事四夷 信货神怪 巡游无度 使百姓疲毙 岂为盗贼 其所以异于其事 皇者 无几一 当时天下 老百姓起事的 到处都是 他们建立名号 攻打成义 夺取武库兵器 释放死罪囚徒 诛杀 俊守 军卫 至于数百围裙 在乡间 强掠财物的 更是不可胜数 汉武帝派 官吏镇压 其异者 散而伏惧 巨显 敌抗 弄得天下一片骚扰 从我们后人看 秦皇汉武 是我们津津乐道的 但是生活在当时的人 却不这么看 生活在汉武帝 统治之下的人 可能是相当的困苦 我们看历史上的 对这样一点 是有明确记载的 他们和我们的观感 可能相当不同 我们觉得那是一个 非常辉煌强盛的时代 当时的人民 并不这么看 当时人民死 户口减少了一半 有大批的人 非正常死亡 人民处于 一种非常困苦 遭到蹂躏的 这种状态之下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汉体国就遇到了 一个深重的危机 那么随后 我们阐释这个危机 是如何解脱的 下面请大家休息几分钟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